那世上教都是用一些比較方便取得免費的軟體 來讓大家可以等於是比較容易上手這樣子 然後107學年度也隔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這一學期也有等於是開了三次 一系列用免費的軟體教大家去做 像是這次的那個怎麼做海報 然後之後又有一些像是做動畫 然後再來是新制圖教大家用這樣子去發想作為簡報這樣子 之後12月還有另外兩場也是會輸文老師 那時間寶貴因為那個到時候又有連線又要操作時間寶貴 我們就把時間給輸文老師 所以請大家鼓掌歡迎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家來這裡我們走廚房很開心 因為我家就在大雨而已 所以從小就在這邊長大這樣子 好所以來我們中興大學算是最如魚得水的時候這樣子 好那剛各位都有看到就是我們上課的話就是都會相當不一樣 好所以您回去呢 我就會把那個影片傳到網路上 你要看就沒有問題 好那麼首先我簡單稍微介紹一下 剛剛呢我們有請大家先進到這個互動白板 好您進來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有我們今天會用到的一些軟體 然後呢還有範例檔案 您都可以從這邊下載 事實上您待會進到OneNote也會看到 那麼上面這邊呢就有OneNote的平台 點這邊進來 你就可以點過去 第二個呢 這裡有我的部落格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進部落格跟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來看一看 那我的部落格上呢會有比較多的就是 包括像這個 像兩年前來這邊是介紹 有會生會的方式 這兩年我也有進步 因為就直接開直播比較快 好所以會像這樣的就是即時的 這個是在民船的 好民船的我們這樣即時的就可以做互動 即時做互動就可以進來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也蠻方便的 也蠻方便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要入某客 知道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您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個OneNote翻轉機器區 我們剛剛有請大家就是 先到OneNote註冊個帳號 如果幫他做了一些教訓影片 你有寫了非常多文章再介紹 那另外呢 簡報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這邊也有一些比較不同於 各位平常常用的PowerPoint的那種簡報方法 也是不錯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另外呢 到YouTube頻道這邊 你可以看到 好比如說像在這裡 我們這個點進來 那您如果要看影片的話呢 即使你沒有參加過這個宴席也沒關係 因為平常我們上課就是像這樣子 我會像這樣0102分開來 那每一段影片 除了有適當的標題以外 我們基本上都是5到15分鐘裡面 所以你哪一段不了解 就點那一段看就好 這樣應該比我們錄下來 你回去再邊看邊找容易的多 好容易的多 這個是我錄影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平常上課 我也都是像這種方式 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簡單介紹完了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剛剛有請大家 先來OneNote這邊 註冊 您可以用標準的方式註冊 就是用這個會員 好用會員的方式 你把它點一下進來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想要用這個 這些社群帳號 還是呢 你想要用E-mail註冊也可以 用社群帳號是比較快的 那如果你想要E-mail註冊 打上您的信箱 跟你想要的密碼之後 但是要去收信一下 要收一個認真信 這樣就可以 這是比較標準的 那如果你覺得 剛考試完有沒有 我這幾天我才寫E-mail 問一下明慧說 你不是期中考了而已 這樣同學怎麼會來 因為禮拜天我有來 有來學校帶小朋友來 那如果你覺得 現在腦袋空空沒關係 你就用訪客就好 來做人家就好了 這裡有一個訪客 你滑鼠滑過來之後呢 在這邊 可以取得 按下去就可以取得 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你只要把那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呢 你就用相同的代碼分錄 那你的學期紀錄 有加入的群組 有做的筆記 就統統都會在裡面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完全不需要 做任何的註冊 所以我這邊呢 我現在要一個代碼的方式 我把它點一下 好你看上面這邊 是不是產生一個代碼了 你在這裡如果有複製起來 也可以 沒有也沒關係 進到裡面還可以看得到 還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進去 我了解了 這樣就進到我們 玩偶群 這個翻轉學習平台裡面了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會進來之後呢 會在發現裡面的這個課程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一些 這樣早上會有更新 好 那我們的資料 會在所謂的群組裡面 在發現 你可以按一下群組 好這個裡面 我放在這個發現單元裡面的 這個選單裡面的 這些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別的 那課程呢 比較就是單純 就是有教材 好教材 那群組的部分呢 比較像是班級 所以一般演習 我都會把它放在群組裡面 好群組裡面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群組 按一下群組 好 按下去之後 應該就會發現 我們的就在第一名 可以嗎 你應該不會走錯學校吧 因為這個主題文 以前 有在別的地方講過 所以你找到我們學校之後 按下去 在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加入 右上角這邊 好這裡有一個加入 你就把它按下去 就把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正式進入到我們的資料裡面來 好 所有的內容呢 都會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上完課也會在這邊 也會留在上面 所以你其實上完課 你才想要用正式身份登錄 也沒有關係 反正都可以找得到 好都可以找到 那各位呢 進來了可以看到 好我們在這裡 一進來呢 各位是在所謂的訊息 訊息這個裡面 我們資料主要是在任務 任務裡面 所以 你現在在這邊 剛剛給各位的資料 我就已經放在這裡了 那今天沒有特別再講義給大家 因為 線上版比較快 就彩色了 你這樣看會比較容易一些 另外呢 往下 往下這裡有兩段 兩段影片 其實 給你看一下 這個也是免費的 免費就可以做這樣子 有沒有 把你的圖放進去 那就把影片做好 因為現在其實你要做 海報 其實不只是海報而已啊 有沒有發現 你要現在做社群訊銷 除了要有DM 還要有很多東西對不對 有影片 是會比較吸引人一點 好 那這個呢 我們都有去給各位 好 那你看到這裡之後 你進到我們上面這裡的任務 任務這邊 我們今天主要的資料 我都已經放在這裡了 總共有這些 所以呢 你在這裡呢 只要打開就可以看到 好 像這樣打開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單元這裡 把它打開一下 看你要看哪一個 就點下去就可以了 好 點下去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的右手邊呢 你看一下我們彎頭的右手邊 各位呢 如果你的檔案 你還是不知道去哪裡下載 也沒關係 我有放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還有一些 你可以從這邊下載 所以我準備很多路徑給你 這樣還會迷路 就不能怪我了 哈哈 開玩笑 來 那我們往下呢 我們今天上課的 範例檔案 錄影片 我也都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你要找的時候 就可以從右手邊這裡去找到 這樣 對基本的彎頭使用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的這個使用方式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 各位呢 一進來之後 先 做一個 簡單的問卷調查 這樣 你在這裡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今天的日期 GG.GG 今天的日期 加一個02 我們先看一下大家 到底 你有沒有用過那些軟體 或雲端服務 甚至APP 先了解一下大概 大家使用的情形 因為其實現在 各位還蠻幸福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影像處理算是第一個 在雲端服務 最成熟的 一個領域之一 第二個最成熟的是什麼 叫做語音辨識 語音辨識 所以 你可以先看看 有沒有哪些軟體 你有用過的 哪些APP 有用過的 甚至雲端服務 你有用過的 這個27位 29位同學回答完了 34位 太好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問看看大家 有沒有用過哪些 影像處理軟體 很顯然的 咦 Foloshone用過的 還算蠻多的 各位知道 那個是要付錢的嗎 學校有這樣嗎 學校已經有了 太好了 其實有是最好 因為 這樣的話 你使用上都沒問題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是阿多比西亞的 付費 各位在畢業之後 是按月絞交保護費 知道吧 學生版一個月640塊 第一年 第二年一個月960塊 學生用 教育版 老師也是有那個版本 OK 那Code之後 用到的可能 稍微比較少 Foloshonepeg 有些小學就用過了 對不對 國小的時候可能 還有 Foloshonecap 有幾個也用過的 不錯 那現在呢外面 你看到所謂的 免費開源的 主要 你會看到像 JIP 然後 Foloshonecap 這個 這個就等同於 我們的 類似Ella Trader 只不過這兩個工具 其實還是相對來說 跟 專業的比起來 還是 有一段的落差 還是有一段落差 那 Quita這一個呢 是最接近 Foloshope的 這種 影像處理程式 也是開源 免費的 有Mac版 也有PC版 那它有安裝版 也有免安裝版 這是最接近的 可是再怎麼接近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會用到的 就是這個 Poloshonecap 它是一個小驢子 那也是台灣之光 那麼往下走 APP 各位美圖秀秀 你們用好多 因為郭董常常推薦 因為郭董有投資啊 郭董有投資啊 所以這個 最多 那跟他同一系列美拍 也不少人用過 跟他360也有人用 所以沒有用過文青相機是嗎 拍了之後就變文青啊 相片 你們剛剛填表單應該有看到吧 我抓一下那個畫面給你看啊 摩曼彩曼 可能就有人用過 摩曼聽過的人可能比較多 彩曼比較少 不過呢 彩曼是因為它是彩色的 也是一樣 就變成漫畫式的 這個其實也蠻不錯的 不過這個都是對岸的 都是對岸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雲端服務的部分 各位用到就比較少一點 只有Google相簿對不對 Google相簿算是大家平常備份用的 其實Google相簿 你好好用 整理你的資料也不錯 各位應該都知道 他現在會不會幫你自動產生一些東西 會對不對 比如說你拍比較多張 就自動買變成一個相簿 如果一段時間 像我們叫小朋友的話 他就說 你們家一轉眼 小朋友就長大了 他就幫你把小朋友的照片 從小到大 可以把你拍 轉成一個影片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大家目前回答的情形 好 那我大概了解 各位使用的情形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進入到今天的主題